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后花园 雪碎通车带来人潮前潮 但也改变后山的好山豪水 美丽的宜兰为何变了样 锁定周四晚街十一点 新闻终极解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彦迪 欢迎收看新闻终极解码 我家不是你的后花园 2006年雪山隧道开通之后 有人这么说 宜兰成了台北人的后花园 号车不到一个小时 就可以远离大都市的喧嚣 不过事实上 今年元旦连假 想要从罗东到台北 光是塞车就得花上七个小时 甚至想要买杯饮料解渴 也要等一个小时才喝得到 雪碎通车之后 宜兰的游客量暴增了三倍之多 但是在地人的生活品质 却是没了周末假日 没错 雪山隧道带来了观光人潮 也改善了宜兰的经济 这九年来 民产民店是一家接着一家开 包括了葱饼奶冻卷牛舌饼 每到周末假日都是大排长龙的景象 当然也让宜兰在地的盈利事业销售额 增加了760亿元 只是大家别想问的是 这些观光的前朝最后真的都落到宜兰人的身上吗 而钱财之外 宜兰人居住的生活环境 在观光客大主入群之后 还能不能保持原貌 如果要谈宜兰这十多年来的重大改变 除了观光客变多了 豪华农舍的数量更是急剧的暴增 因为民国89年开始 农发条例修正 让不是农民的人也能够买农地 也能够盖农舍 说是要活络农村经济 但却也让宜兰农舍从400栋变成了7600栋 这足足暴增了19倍 平均一天就可以盖一栋 这不仅是目前全台湾农舍最多的县市 这奢华的程度更是让人得舍 甚至还有投资客专门买宜兰农舍 转手给大老板来当假日别管 这也让农舍已经不再是农舍 政府已经剩下了重重限制 防止农舍泛滥 为什么还是被地产业者轻松破解 盖农舍有哪些偷试部 广告回来告诉你 欢迎回到新闻中级解码 绿油油的农地现在全成了豪华农舍 你可能会问 难道真的无法可管吗 但其实根据规定 一般人想要盖农舍 除了说要持有756瓶以上之外 还必须要持有两年之后才能够新建 想要转手你得再等五年 不过呢 这有个淡书 如果是在民国89年之前 取得土地的老农 不在这个限制里头 这也让投资者有了漏洞可以钻了 他们先说服老农 先随意盖个一两瓶之后转手 再用增建或扩建的名誉来翻修 而这样的手法呢让所谓的时间限制 地平限制统统都消失了 也让宜兰农舍的价格越炒越高 地变农舍对于农业大县宜兰来说 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农地流失 其实不只是宜兰 新竹 高雄 全台湾的农地 每一年呢 是以四千公顷的速度在流失的 而根据统计 在宜兰这个地方过去的十五年来 总共流失了一千九百公顷的农地 这相当于是七十五座大安森林公园 从北到南农地是被蚕食侵吞 这后果不仅仅是农民无地可耕 农地其实原本具有的调节蓄水 气候 生态环境等等的功能 现在也都已经被开发破坏 炒房客全台流窜 宜兰交新房价炒到比台北还要贵 沿着太平洋炒房 现在就连花莲台东也都沦陷 详细内容稍回来告诉你们 欢迎回到新闻终极解码 台湾农舍的样貌是越来越多元 甚至还有人又来经营民宿餐厅 这法律上或许没有问题 但让人比较头痛的是 这些农舍他们是盖在农田里面 每一天大批的游客 他们在灌洗的时候产生的污水 餐厅营业的时候 混杂着清洁剂的废水废油 这些环境没有办法分解的化学物质 很多都是直接的排放到了 农田旁边的灌溉供需 那么这样的循环 不免会让人质疑了 农产品会不会产生问题呢 我们吃下肚的东西又安不安心 宜兰的好山好水 不只吸引游客一而再 再而三地回顾重游 雪碎开通之后 宜兰跟台北的距离拉近 这也让不少有钱有闲的退休族群 想要宜居宜兰体验乡村了 看准了这样的商机 不少建商跟投资客 他们一起东进插旗 发展最明显快速的 是以温泉宅为特色的礁溪 我们的记者就实际的走了一趟礁溪 这才发现在礁溪的重划区里头 有不少的建爱正在兴建 短短十年里 当地的房价是已经从一平十五万 喊到了五六十万 甚至就连最新的新陈屋 还有御守屋 他们的平均房价 也在短短六年大涨一倍 新闻终极解码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方彦迪 我们再会